老美又在偷偷地预谋着什么 前脚空军刚刚计划于明年退掉33架F-2战机 后脚美国海军就手忙搅乱地将提康德罗加巡洋舰扔进了废铁行列 这背后到底又隐藏着什么阴谋 与此同时 我国舰20服役数量已经突破150架大关 而052D等大型驱逐舰也是如下饺子般平平下水 不过现在我们也不可目空一切 毕竟美国海军的家地仍然巡厚得很 而这时不禁有个疑问 那么我们需要建造多少艘052D 才能在未来海战中形成优势 让美国海军懂得敬畏呢 今天这期视频 小杜就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除了055型万吨大驱 还与型战舰长期伴随辽宁舰和山东舰左右 那就是052D导弹驱逐舰 说起052D战舰 向很多人内心都半分激动 每次看到它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之时 内心都会浮现出一段话 那就是此生无悔入华夏 来世还做中国人 052D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型主力驱逐舰之一 凭借强大的战斗力 被圣誉为中华神盾 它主要的任务是以护航为主 同时还负责侦查巡逻警戒等 其强悍的实力 是航母编队的独二之选 可以说052D一经问世 就成为了各位军迷言中的香波波 根据我国海军官方发布的信息来看 052D现阶段的服役数量 已经达到25艘 预计在不久的将来 会达到37艘 届时052D将会毫无疑问的 成为中国海军的主力战舰 那么关于还要建造多少艘 才能满足未来海战需求这个问题 我认为数量即正义 实力即话语权 那肯定是越多越好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国的052D的数量 也是完全够用 我们先来看看老美海军的舰队 目前美海军公寓 我们先来看看老美海军的舰队 更多艺术 整个小鱼 在厚寸上 汽水中央才能吃到 摄像的水中央才能遇到 尽量的水中央才能吃到 一只猴腹 为继续方便 在大小便 相当地的核中央才能吃到 后面再喝水中央才能吃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后的技术成熟后 能够加速的更新换代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海军作战需求紧迫 急需一种全能的战舰 052C虽然比052D便宜 但是各个性能都比不上052D 反观054 由于只有中进程防空能力 对于中国海军来说 建造052D是目前性价比最好的选择 另外 考虑到我国对未来战争的态度 至于到底要建造多少 小敦认为37艘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 至少需要建造50艘左右的052D 才能满足我国海军未来的作战需求 当然了 目前不仅仅是中国海军在下饺子 美国 日本 韩国 甚至印度海军也都在下饺子 尽管美国近两年退役的舰艇数量很多 但美国依然还是世界上舰艇规模最大的国家 今年6月份 美国又一伯克级驱逐舰下水 命名为约翰·巴斯隆号 这是美国海军服役的第72艘伯克级驱逐舰 随着提纲德罗加级巡洋舰的退役 美军也加快了伯克级驱逐舰的建造速度 未来伯克级驱逐舰很有可能突破100艘 052D型驱逐舰则则是中国海军的一种新型驱逐舰 而排水量与老美的伯克级驱逐舰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那么老美大批量服役伯克级驱逐舰优势究竟在哪呢 伯克级驱逐舰是美国80年代中期设计的驱逐舰 当时是为了与苏联的现代级驱逐舰竞争 1991年伯克级驱逐舰开始服役 而在那时中国海军的主力还是铝大级驱逐舰 052型驱逐舰还没有开始建造 大家都知道伯克级驱逐舰安装了四面无源相控者雷达 在探测距离和反应时间上都有很大的提高 排水量更是达到了9000吨以上 就算是放到现在也能算得上吨位比较大的驱逐舰了 另外伯克级驱逐舰还安装了96连装光型垂发系统 可以发射标准海麻雀系列防空导弹 及战斧对地雄航导弹和阿斯洛克反潜导弹 这种驱逐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后世界上主要的海军强国 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发展自己的海军力量 到了21世纪初期中国海军发展了052C型驱逐舰 但是从垂发系统和导弹的种类来说 源源不及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因为052C驱逐舰只能发射红旗9防空导弹 无法发射其他导弹 直到2013年中国海军052D型驱逐舰才开始陆续服役 是在052C型驱逐舰的基础上进行升级 战斗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首先是相控者雷达的升级 综合探测能力更强 与伯克级后期型号安装的雷达水平基本相当 另外052D驱逐舰还安装了64单元反向锤发系统 除了能发射红旗9导弹以外 还能发射英机18反舰导弹 常见系列巡航导弹和反潜导弹 尤其是垂直发射反舰导弹 这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都不具备的能力 那么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的优势到底在哪呢 第一就是锤发数量 052D型驱逐舰安装了64单元锤发系统 而伯克级安装了96单元锤发系统 第二就是反潜能力 由于伯克级的吨位较大 所以携带了两架SH-60反潜直升机 反观052D型驱逐舰只能携带一架直9或者卡28直升机 反潜是这两种驱逐舰差距最大的地方 不过目前这方面的差距持续缩小 中国直20直升机已经开始合议 虽然现在只有陆军版本 相信在不久的未来 进一步推出海军版本也不是太大的困难 直20直升机在各方面 类似于美军的黑鹰直升机 美国就是在黑鹰直升机的基础上 推出海军舰载版的SH-60直升机 当然我国也可以在陆军的基础上 研发出海军舰载版的直升机 所以说在反潜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不过目前还没有官方通知 我们也不能过早的盲目夸大具体性能 还要看具体什么时候亮相 随着我国不断发展 不管是经济还是军工 都像是一颗燃燃升起的红星 让那些不怀好意的国家重新审视我国 我国海军正以相当文件的步伐 开启属于我们的光辉时刻 那么老美大批量生产博客级驱逐舰 到底予以何为 而我国又该如何应对 如果想要在未来海战中形成优势 我们又需要建造多少艘052D驱逐舰 从而来正射美军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评论区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